今天就能夠請到英文科的老師 歐啟光歐sir 跟我們講講口試的應口心得 歡迎歐sir 你好 黃小姐 英文科的卷四 就是用Oral Test口試的形式去考大 究竟它的形式是怎樣的呢 卷四口試分開甲和月亮部分 甲部就是角色扮演 考生有六分鐘時間 根據五個提示去作錄的問題 然後它有另外四分鐘 就是訪問主考老師一 在記錄了主考老師一的答案之後 然後就把這些答案的內容 覆述給主考老師二知道 這就是單對單? 沒錯 這個就是甲部的 甲部的,那自己月報呢 月報就是小組互動 通常每組有四位同學 而有兩分鐘時間 是給這些同學預備 然後有六分鐘時間 就是給四位同學 根據四個提示去討論問題 而在甲部就可以用筆記錄 月報就不准用筆錄 反而在甲部就可以用筆寫下 是的 月報通常都是用口說為多 沒錯 至於甲部 即是角色扮演的時候 有甚麼要注意 在角色扮演中 學生一定要知道他扮演角色的內容 然後就熟習了整個考試的流程 然後就主動向老師發問他的問題 而當他發問問題的時候 就盡量用那些法文的字句 是 Wh的字 譬如說 Where,What,When 這一類的字 或者是How 沒錯 至於這個小組討論方面 有甚麼要注意 還有甚麼應該要做 考生應該主動跟其他考生討論 也要舉一些例子 支持自己的論證 尤其是要注意自己表達時的身體語言 例如眼神接觸 或者手勢去幫助他表達 而且咬字應該準確一點 即比較好一點 對 至於這個題目方面 有甚麼提示給大家 讓大家溫習的時候更容易 每一年都是的 例如包括組織學校的活動 尋找工作的問題 另外還有訪問旅客 訪問顧客 或者訪問名人 至於日常的話題 例如要留意一下交通的問題 以及環保的問題 這些可能看多些英文報紙也有幫助 至於有甚麼詞彙都會經常用到 可以提到大家 可以大家多用一些 或者練習多一些 每一年考的時候 都有一些學生會錯了這方面 譬如說 雜誌 雜誌的字 是檢查 評論 意見 污染 環境 環境 居民 以及 互相約 是 志願者 也有學生讀錯 這些很簡單的字 很簡單的字 也讀錯 經常希望針對這幾個字 去多練習 沒錯 其實總括來說 考考考試的時候 有甚麼提示 可以給予我們的應考生 大家應考的時候 都會比較容易 卷4佔全份英文卷18分 無論其他三份不試卷 考得好 與否 考生也應該全力以赴 去答好這份卷 其次就是考生要熟習 主考老師的標準用語 尤其是當主考老師說 What do you mean 很多考生就想著 主考老師是聽不清楚 他的說話 可能重複了他的答案 沒錯 就將那句說話再重複 其實考生這樣做 就是白白將他的答題權放棄了 可能其實他的意思是想他重複 用另一個詞會再重� 重複 重複了他的發問句 然後再問同樣的問題 以前我也是考過這些口試 可能小組討論的時候 會否有些人又不會回答 或者是有人搶著來回答的情況出現 有的 小組互動其實最主要 不是只能表現自己 你是除了表現自己之外 還協助其他同學回答整個題目 然後才完成這個任務 或者支持自己的觀點 或者如果有兩方面的觀點不同 可能會比較高分 對嗎 是 其實小組討論的時候 是否之前也知道 哪幾個同學一起參與 不會的 因為是電腦隨機抽樣 今年還沒有分區 以往是你報考哪區 可能在哪區考 但今年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即全港可能混合了所有學生 一起考 謝謝歐老師給了這麼寶貴的意見 大家應考生 考考考試的時候就還無一失吧